基電工程處負責維修保養政府車輛 幫助這輛救護車在噴油前進行清潔工作的 就是基電處汽車部首位女建設技術員曾詠賢 我日常工作主要是幫汽車進行一些例行的保養 例如換解油、量一下一些胎的胎氣 還有檢查汽車的制動系統 四年前中學畢業的榮妍做過圖書館助理 後來知道基電工程處招聘技術員 她毫不猶豫就提交申請 因為我比較喜歡工程方面的行業 我自己很喜歡電單車 小時候也有玩賽車的遊戲 所以加入了汽車業學習整車 我覺得加入了基電處進升的機會很多 滿了師之後又可以投考公務員的職位 她說女生在汽車部工作可能都有優勢 我覺得噴油部的工作需要細心和耐性 我相信我也能夠升任 因為這些工作比較像一些手作 有些藝術的成分 我覺得很有趣 基電處將會投放超過6億 在5年內招聘過千個基電建習技術員 只要中六畢業就可以申請 參與計劃的學員會因應學歷接受3至4年的訓練 月薪9000至11000不等 完成訓練後可以投考基電處相關公務員職位 新一輪招募工作明年1月17日展開 為期2個月 空缺預計超過200個 希望為業界培訓更多人才 注入新血 空缺預計超過超越 協定空缺預計超過 協定空缺預計超過 四個分辨